今天整個感覺都好像一個正常的一天 人不多 但也有 店舖很多都沒有開 超市也有幾間開 因為它為數不多 所以開了超市都排長路 食店沒有開 食店沒有開 有很多人趁今天 因為火在淡 所以可能才沒有攻擊 很多人趁著這個和平的窗口就去搭車 先逃離這件事 最遠那一輛是去波蘭 很多人逼上火車 現在火車不用賣票 其實火車到了 人們這樣一站擠涌上去 真的先到才行 它說明是不用賣票的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加了班次 就盡量去運走多一點的人 可能有些志願兵會進去車站那條路 他們會三個人擋著這條路 所有經過的車都要停下來給它檢驗 有些車不知道這樣走 它會用槍指著司機的頭 這樣都挺害怕的 再走多幾步 我突然看到有輛車在我面前爆炸 我不知道它是爆炸還是怎樣 但是它又不是衝上石坡 突然間整輛車這樣飛起了在三米的高空 轉了三四個圈才跌到地那種 你以為是看電影才會看到那種場面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射擊不會這樣爆上去的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是在下面被人撞了炸彈 俄羅斯 我相信大部份的人 可能包括軍隊 不想參與這場戰爭的 其實就是不喜歡這場戰爭 但是俄羅斯其實拿了烏克蘭去 不是很大的機力 只是俄羅斯本身這麼大的國家 但是如果烏克蘭輸了這場戰爭的話 它真的沒有了自己的國家 所以我相信雙方的戰意 首先已經很大分別了 嘩 原來在 Kyiv 呢 Missile strike threads Take cover now 她說怕有Missile strike 那麼我Take cover now 我先下去樓下先 好啊 好啊 不然我像被不知以為 你為了這個事 我看你會看 不然而是會見